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Fran 我是Jonathan 我是Monica 我是Ariel 我是Dominic 我是桑仔 我是桑仔 我是王子 我是家明 由于机会相当难得 善行书院在接近100个申请的同学之中 精挑细选出这17位在不同范畴独当一面的队员 接受在极地严峻的挑战 他们都经过面课很艰褥才能够到北极的旅程 去北极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今次的旅程我们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很认真地说是非常刺激的 好像完成了自己的梦 可以去挑战自己 可以去尝试一些挑出我自己的框框 为了更完善地规划整个考察 书院特别邀请极地考察专家 李洛斯博士作为总顾问 而Dota Lee亦亲自向同学分享她自己多年来 在极地生活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虽然很多人都已经去了做了 但每一年是不同 全球环境改变对她也有影响 所以我希望年轻人用她灵活的头脑 可能他们还找到一些新的东西 做到一些新的创意 在出发前 考察队的成员都被安排出席各类型的工作坊和港座 了解不同的装备 野外求生 急救 极地气候和环境等等的知识 去到那里就一定有很多困难 第一件事就是适应天气 始终都是这么远的地方 附十几度都没去过 第二 希望在船上可以适应 因为自己本身有点害怕云船浪 这次每一天都要去行山 还要走六个钟分两次 我都怕我的体能会支持不到 但现在也有很多游泳的训练 都会去行山 希望今次十二日的旅程 可以证明给自己看 只要努力的话 只要肯锻炼的话 其实什么都会做到 今次考察队的任务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生物科学教授Dr.Jong 会带领他们考察四个海岸的生态系统 分别是石滩 深海 冬原 和淡水 而每个生态系统 都需要进行两次的考察 才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料 作出有效的比较研究 他们要做所谓的包斗 的时候 只有几位同学会做这些 我想其他同学 是有来自不同的部门 所以他们可能 完全是没有接触过这些 我要他们这么短时间 摘取也是一个困难 除此以外 每个队员都有他们出发前准备好 个别的研究计划需要完成 每一位同学 他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预期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搜集 因为我自己读中医 我想去那里看看 会不会可以帮到 医生导导人的把脈 或者去了解那里的身体状况 我希望可以在香港人 和Greenland的人之间 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别的不同的地方 以及那些地方 究竟是如何反映出他们背后的价值 我就是读中医生的学生 我就是想在那里做一些 和医生有关的研究 我希望可以带到一些成果 我自己都会做一个 一个医生的研究项目 是测试我们香港人 将自己香港人和当地的 crew 当地人的生理反应做对比 面对着未知的天气和状况 考察队需要在船上 短短七天里面 完成八次考察和各自的研究 将要依靠队员驚人的毅力 和相当的运气 天气大家都不可以预测到 我们都没有什么准备可以做到 还有今次的时间是趕急的 如果还有天气的影响之下 我就很担心 大家完成自己本身研究的情况 还有希望不会有人受伤 所以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事 对于所有的参加者 包括我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之大压 到底他们可不可以完成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 我对他们的期望很高 这是一生之中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祝他们能够可以完成任务 做多一些 考察队由香港出发 经到杜拜 到达丹麦的哥本哈根 他们先在哥本哈根的酒店逗留一晚 然后第二早清晨就出发到机场 乘搭早机到格林兰的国际机场 Kangalusok 堅加鲁索机场 还未到达目的地 各队员就已经开始努力 和当地人接触和访问 开展他们的研究 最后 他们在堅加鲁索机场 再转成一班内陆机 整整搭了四班机后 终于到达登上帆船的目的地 Manisot 曼尼索 上船后 各队员收拾好行装 整装待发 准备迎接眼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开展今次激动人心的极地之旅 来到上船后第二天的早上 经过了之前两天的周居努顿之后 不少队员都开始露出疲态 但今天 在他们可以开始进行考察之前 就先要进行一次行雪山的练习 由于即雪十分之后 在雪面行走也很容易滑倒 要在雪地上工作 就需要使用雪鞋 因为雪鞋有相当的重量 穿上后脚部的负荷更重 每一步都需要更多的力气去完成 所以 这么多位队员都需要慢慢适应 从跌倒中爬回起身 呼求提升在雪地的活动能力 应付之后的考察 与此同时 队员个别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两位医科生Dominick和Jonathan 每日量度并记录船上的队员 船员 和其他旅客的健康状况 包括体温 血压 回血速度等等 他们都希望 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 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不同体质的人 去到极地的身体反应 行程的时间紧逼 可以进行考察的日子 只剩下6天 但是有不少的队员 仍然未熟悉研究需要用的器材 所以 正当考察队在船上吃过晚饭 各队员准备回房间休息之際 多特中就要求那么多队员 先准备好之后一日需要用的器材 一直去到冰冷的凌晨时分 多特中仍然在甲板向所有的队员 讲解和示范不同的器材 经过一日行山消耗体力之后 不少队员已经觉得相当疲累 而他们这一晚 最后更只剩下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来到船上的第三天 吃过船员精心炮炽的早餐之后 他们今天将要进行头两次的考察 分别是石摊和深水 到底他们会不会成功呢 来到石摊天工造尾 阳光普照下非常有利队员 逐步适应在严寒的天气下工作 各队员被分配去不同的岗位 有人负责抽取生物样本 从旁辅助多特中的工作 也有队员被指派穿上防水衣 落水以防水相机拍摄水底的情况 记录不同生态系统的水底环境 岸边的工作又冷又湿 即使穿着水鞋 队员的物仍然湿透 五饭后 旅员聚集在甲板继续他们的任务 他们要利用一个浮游生物捕捉器 抽取研究所需要的样本 它是一个过滤网 当我们扯它上来的时候 只要沿途所有的海水里 一些很小的浮游生物 我们全部将它放在这个桶里 基本上就是这里 当它拿了之后 洗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 有什么类型的浮游生物 不过今天因为看到 外面很大浪 所以这个网上有点飘 我们之后拿出来 首先拿到一只虾的虾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未知它是鱗 还是其他东西的虾 暂时知道它是橙色的球体 但我们未知它是什么 连日累积的疲劳 加上今天一口气 完成了两次的考察 队员回到船舱上 都马上把握时间休息 不过 不少同学 亦都开始对一只五安排 有些意见 昨晚三点 我就三点半才睡 今天是七点多 然后要出标做事 基本上还有一天 精神上呢 都暂时捱得到 那个都 都开始出问题 工作是 各个角色都不清楚 其实这一件事是 无论是我们的领导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肌肉 其实也有点质量的 嗯 因为一开始 其实我们都知道 是大部分的人 是没有理科的背景 但有时候 譬如可能 捞了一堂水 回来 但是究竟 他认不认得里面有多少生物 或者有什么不同类型的生物 因为例如 我们就要量手一边的勇气 那是否要一个理科背景 没有理科背景的人 去完全了解 那部机器如何去运作呢 我会希望 嗯 大家会更加清楚自己 要做的 崗位 以及要做的事 但另一方面 多得钟对同学的表现 亦不是很满意 这几天呢 我也观察 其实有同学之间的 那个 投入程度 或者他的工作月成 是有 有差异的 但overall 我认为 体能上 都是要 有待去改善的 譬如说 做完一个感觉之后 很多同学都会 在分析 很多东西是 有很大的压力之下完成 而且是很有 有时限的 我已经尽量满足了 每一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如果 我能够拿到 这么多东西出来 处理了这么多的 项目 是不同的项目 能够 他们来到这里 能够 开始到 我觉得要有很大的成就 两方的矛盾 会不会成为 今次考察最大的障碍呢 来到上船后的第四天 队员和多多钟之间的互相配合 令他们慢慢清楚自己的工作崗位 考察的过程开始变得暢顺 在这一天 他们一口气完成多一次石滩和深海的考察 八次的考察终于完成了一半 在一切看似重返正轨的时候 船长表示 因为天气的突然变化 如果按照原定的航道继续前行 将会遇上一股暴风雪 发船可能需要提早掉头折返 到底他们 还可不可以完成任务呢 知道暴风雪即将来临 队员都加快工作的进度 登船后的第五天 他们去到海中心一个荒岛 进行动员的第一次考察 这天的天气也都开始转差 队员在狂风和艳寒的天气下工作 更添困难 但众队员并没有放弃 DOTOR ZOOM的全程投入 更加激利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今天我觉得比之前好很多 其实真的没有预期过 大家会 虽然没有读开科技 但是又做这些东西又做得很开心 DOTOR ZOOM 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到 他真的对于生物学是很有意识的 我们开始学会欣赏到 教授的另一面 即是体谅他 去了解和明白他 所以我觉得 我比他的意识感 我觉得他的好优势在里面 他做了这么多 我什么都没做过 我是不能承认他 去到船上倒数的第二天 还差三次考察才可以完成任务 但是 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 早上 他们冒着风雪 向着第一个可以进行探索研究的所在地前进 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仍然全力去尽他们的所能继续完成研究 遇到困难 他们互相鼓励 下周去到積雪非常厚的冬圆 即使步步为奸 他们都可以互相扶持 一起面对眼前的困境 去到这个时候 他们仍然抽一次淡水的考察 才真正完成任务 但是 因为太大风雪的关系 船长决定早上将会提早折返 但是想不到的是 这么多位同学 这个时候竟然主动提议 在吃完晚饭后 冒着恶劣的天气 离开温暖的船舱 需要完成最后一次的考察 即使天气 已经到达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气温 寒风是如何似骨 但是同学 为了他们的目标 坚持工作到午夜 齐心协力 终于 他们成功完成了今次来到北极的任务了